我刚生完孩子 出院的第一天 本来打算请个月嫂 但婆婆认为太浪费钱 她决定来照顾我 婆婆一到我家 阵仗就很大 哎呀 热死了热死了 外面温度有40度 你们居然就开26度 的空调 是想热死谁 她一进门就嚷嚷个不停 孙蕊啊 冰箱里怎么没有水果啊 我渴死了 你喊外卖给我送点吃的来 我在房间躺在床上 双眼微闭 就是不理她 好半上她见我没回复 走到我房间门口 大大啦啦地打开门 发出喷 的一声 还没醒啊 我当年坐月子 可没这么舒服 你嫁到我们家 真是捡到了 我翻了个身 揉着眼眶 假装才发现她 妈 你来了 哎呀 真是少奶奶啊 这还睡得下去 换我坐月子那会 如果睡这么久 可要被婆婆骂死 你真是好福气啊 看着婆婆 阴阳怪气的一阵输出 我已经意识到了 如果真的不请月嫂的话 月子期间 我将会很难过 我可不想月子没做好 落一身毛病 于是我默默拿出手机 马上联系月嫂 并对婆婆敷衍道 妈 你在客厅休息会儿 她瞥了我一眼 没说话 走出房门 没多久 我就听见客厅里 传来轰鸣般的打酣声 下午的时候 门铃响了 我听见婆婆起身开门的声音 没一会儿就传来 她跟什么人大声地说话的声音 我看了眼时间 故意拖延了一会儿才出来 妈 怎么了 我揉着眼睛 一副刚睡醒的模样 这个女骗子说来我们家做月嫂的 我赶她走 她也不走 真够不要脸的 婆婆指着门外的女人说 女人长得老实 打扮也非常朴素 只是性格非常执拗 非要等女主人家出来才走 我问 您是赵磊赵阿姨是不是 赵阿姨忙不迭地点头 顺便朝婆婆瞥了一眼 似乎在说 看吧 还好没听你这老太婆的 婆婆气得够呛 本以为自己占了上风 结果却被这样奚落 孙蕊 她到底是谁 谁让她来当月嫂的 我们家不需要月嫂 我一个人就够了 姑娘 孩子在哪呢 我先瞧瞧去 赵磊阿姨果然专业 心就奔着宝宝去 我不理会婆婆的质问 让月嫂进屋了 婆婆去急了 哎 你请的月嫂吗 你有那钱请月嫂 不如把钱给宝宝买营养品了 头发长 见识短的女人 钱不知道花在刀刃上啊 明知道我来伺候你做月子 你还请月嫂 这不浪费钱吗 婆婆叙叙叨叨的一个 将的重复和新思想 浪费钱 那这样吧 我打断她的话 月嫂我请了 妈 你如果觉得没事做的话 可以去工厂打一个月零工 赚来的钱给宝宝买营养品 宝宝长大了 我会告诉她 她的奶奶打工给她赚营养品的 哎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我可是好心提醒你别浪费钱啊 我耐心早已磨灭 把大门一开 妈 请月嫂的钱是我自己出的 请已经请了 你再说什么都没用了 如果你看不惯 门开着 你自辩 孙蕊 你给我们家生了儿子 你神气了是吧 婆婆插着腰 你觉得自己母瓶子贵 可以踩在我头上了是吧 现在你不听我这老太婆的话咯 我这老太婆姥姥没用了 我不惯着她 是的 不是你姥姥没用了 是你这没用的东西姥姥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语速飞快 她开始怀疑到自己耳朵里的话 是不是她理解的意思 姑娘 来喂奶了 宝宝饿了 卧室里 赵阿姨喊我 伴随着宝宝的哭喊声 我不再搭理婆婆 静止回了房间 只是余光贴见她气得倒在沙发上胸口剧烈的起伏 月子里我没有克制 怎么舒服怎么来 忍不了一点气 你怎么又洗头了 等下感冒了你可不准喝感冒药 省得影响我大孙子 赵磊阿姨帮我洗了头 我的头上包着毛巾正打算吹干 婆婆不知何时出现 阴阳怪气地开头 她总是这样 明明可以好好地沟通 非要选择一种打压的口吻 使得我总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事 清醒后才发现 古怪的并不是我 我 我壮似恍然地抬头望向她 那妈 你现在又要感冒的前兆了 可别靠近我了 一会儿把我传染了 我就要影响你的大孙子了 那就是你把大孙子影响了 到时候你成了害大孙子的坏人可就不好了 婆婆被16度的空调吹得鼻音厚重 她的脸色一僵 瞥了眼罩阿姨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年轻人身体好 怎么会这么容易被我传染 她有些恼羞成怒 我义正词言 妈 有些人携带的病毒就是会比较歹毒 就算身体再好的人也会被传染的 为了你的大孙子 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我捂住口鼻 指了指门口 为了保险起见 妈 你先离我远点 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传染了 啊 啊 T 我装模作样地打了个喷嚏 婆婆瞪着我 扫了我一眼愤懑地出去了 赵阿姨跟婆婆又在厨房炒起来了 让你做个下奶汤 为什么这么磨磨唧唧的 婆婆愤怒地就要抢锅 宝宝她奶奶 我说了 产妇的饮食我负责 你就别在这里指指点点的了 赵阿姨尚存理智 我指指点点 婆婆指着自己 气笑了 我是她婆婆 我能有坏心思吗 所有人生完孩子都是喝下奶汤的 怎么的 她就喝不得 不是说喝不得 赵阿姨叹了口气 沟通很累的样子 是你这做法的下奶汤太过于油腻了 孙蕊想要维持身材就不能做这么油腻的 清淡做法的下奶汤同样有下奶的功效 哎呀 是谁家的少奶奶啊 还维持身材 就现阶段 我孙子吃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什么身材不身材的 她以后自己减肥不就好了吗 就在这时 聂峰开门回来了 她也听见了厨房的动静 走过去打断了他们的争吵 把婆婆拉走了 算了 妈 既然请了月嫂 你就别管这事了 有清闲的日子你不去享受 非要给自己找罪瘦 何必呢 婆婆被自己儿子说得满脸通红 又不能说什么 兴兴地回房间了 她回到房间 我正靠在床上看电视 眼睛直直地盯着电视里的帅哥男主 对她说 我快出月子了 给我打点钱 我要去做产康跟练瑜伽 你怎么又要钱 听见钱这个字 聂峰就跟踩了尾巴似的跳脚 哟 我好笑地侧头看向她 行 那你把我妈给我坐月子用的钱全给我 我自己保管 不需要劳烦你了 文言 聂峰冷静了下来 自知理亏 好生好气地说 不是的 孙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突然没想起来 没想起来 我妈还给了你这么一笔钱 我冷笑 所以如果没有这笔钱 我手心向上找你要钱做产后康复 你是不是就觉得我很无理取闹 她顿了顿 没有说话 这孩子是我拼了命为你们聂家生的 如果不是你一句你会养 我能生孩子 我早就跟你说过要丁克的想法 婚前你也是答应的 现在抵抗不住家里人的嘴 跟亲戚们的目光要我生了 好 我也生了 生孩子对女人的损伤有多大 你是体会不到 所以我也没想让你共情我 我现在只是想让你出钱 让我把身体恢复到产前的五六成而已 这个事情在你看来是很难理解事情吗 不是 你现在怎么不听人说话啊 裂风惯性的皱眉 瞪着眼睛看我 以往只要她的脸上出现这样的表情 我就会不说话 小心翼翼地看她的脸色过日子 但是现在 老娘不干了 行啊 那我给你五分钟时间表达你的观点 你也别说什么废话了 给我条理清晰的输出 我不想在肺脑从你零碎的话语中拼接答案 我指了指墙上的钟 你还有四分四十秒 不是 她好半天就吐出两个字 你要我说什么啊 这什么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 又来了 脑袋空空的人确实说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 我遵守约定 特意在五分钟之后才开口 给过你机会了 但是你屁也没放一个 我就当你是同意了 把钱转我 还是帮我付钱 你自己决定吧 聂峰对着空气瞪了老半天 想了想 吐出几个字 把付款码给我 行 我说完马上躺平 不再搭理她 出了月子 我又多留了赵阿姨一个月 让她继续带着宝宝 经过这一个月 的相处 赵阿姨的行为完全符合业界的优良口碑 不枉我加钱插队才能找到她 我出了月子就给自己报了产康疗程跟于加课 虽然产康无法让身体情况完全恢复到产前的样子 但是持续的治疗也总比放任不管要好 我找了专业的产康医院 医生根据我的情况定制了疗程 几个星期下来 我感觉身体的情况好了许多 在日常的生活中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因为经常不在家 聂峰开始有怨言 你怎么整天去外面跑啊 宝宝还这么小 你应该留在家里照顾她 怎么能跟梅结婚 让天天不着家啊 我瞥了她一眼 你说这话的意思只是因为我不着家 不是觉得我花钱太多 她的心思我现在一眼看穿 分明就是嫌弃我太会花钱了 我没有那个意思 她冷冷地说 我只是想你多在家里待着 别让宝宝没有安全感 我想了想 硬程下来 好 那我就在家 隔天 她的手机短信又收到了一笔账单 孙蕊 你不是答应我要在家 人还没进门 抱怨的声音就先来了 这里再下去一点 对 保持住 我跟身边人同时回头看向聂峰 她愣住了 说了一半的话停下了 这 她看了看在客厅摆着奇怪造型的我 又看了看我身边跟我同样装扮的女人 你又怎么了 我说 我这不听你的话了吗 该在家了 短信 她举起手机晃了晃 措辞因为有外人在而收敛了许多 我 既然你不让我出去练瑜伽 那我就请老师到家里来私人授课了 我漫不经心地说 一个是去上课 个是请老师来上课 这当然是另外的价钱了 我回过头朝她灿烂的一笑 还是老公会心疼人 觉得我奔波不如花钱请老师奔波 谢谢老公 你 聂峰一口气噎在取口 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气得直辅胸口 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往卧室走 那背影仿佛瞬间苍老了几十岁 为答谢来看月子的亲友 同时也为了宝宝满月 家里选了个好日子宴请宾客 宴会开始前 婆婆抱着宝宝出来炫耀 大家都纷纷围着穿着红色小喜服的宝宝 说着吉利话 场面一片祥和 我知道婆婆人来风的秉性 特意地减少与她同框的时刻 但是她就跟家里来靠山了似的 话里话外的都在嘲讽我 你们看看我孙子长得是真漂亮 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孩呢 见过宝宝的都说跟她爸爸长得一模一样 还有人说没眼像我 嘴巴像她爷爷 这宝宝可会长了 遗传了我们家人最漂亮的地方 是的 孩子的妈妈只是友情客串一下而已 什么都没留下 亲戚们也都敷衍地附和几句 倒是婆婆当真了 笑得见牙不见眼的 嘖嘖嘖 虽然宝宝漂亮 但是这脾气啊 婆婆说着状似不经意地瞥了我一眼 脾气可臭了 这一点倒不像是我们家的人 我们家的人脾气都很好 很温和的 不急不躁的 不知道这点随了谁了 感情宝宝所有的坏毛病都是遗传于友情客串的妈妈 此话一出 现场的人精都懂是什么意思 当着我的面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 丝毫不顾及当事人的情绪 既然都这样了 那当事人不给点反应是不是说不过去 我笑咪咪地走到大家面前 动作轻柔地弯下腰 然后 个猛静站起来把桌子掀了 上面的碗碟倒了下来 碎了一地 留下满地的狼藉 我嘴角擒着浅笑 扭头问他们 现在大家知道像谁了吗 现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被这一变故 吓得呆愣在原地 他们面面相去 不知所措 孙蕊 你疯了 婆婆率先跑过来 指着我大声地呵斥 这么个大喜日子 你做着举动给谁看 你不满意谁 你可以直接说 何必在这里丢我们家的脸呢 行 我点头 妈 这是你让我说的啊 我指着她 我最不满意的 就是你这老太婆 明里安里说话 加强带棒的讽刺谁呢 你还真当现在是什么封建时代吗 婆婆就得压媳妇一头 没事非得找事 把好好的日子搅得一团糟碎 说完 我装作惊讶地张大嘴 妈 我怎么了呀 我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呀 你在干什么 聂风快步地跑到我身边 低声地怒道 我回过头 腿软无力地瘫软在地上 慌张地说 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 而后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事的 该不会是 该不会是什么 把话说清楚啊 聂风皱眉 我 我犹犹豫豫 可能有精神分裂 我最近的身体像是不受控制一样 经常会做出反常的举动 这一点太有说服力了 聂风也有同感 你有精神病 聂风惊讶地提升音量 声音不算大 正好在场的人都听见而已 我站起身 在他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跳起来给了他一个大耳光 声音清脆响亮 还不都是你害的 婆媳关系不会调节 还从中煽风点火 老婆娶回家 是给你们家当庸人使唤的吗 什么都不是的妈宝男 说完 我再度捂住嘴 惊慌失措地瘫软在地 看着自己的手心久久地缓不过神 我怎么 我怎么会 聂风吃了一个响亮的哑巴亏 焦点聚集在他身上 他不好发作 只能善善地笑了笑 孙蕊真的疯了 这个风媳妇我们家不能要了 我听见婆婆在一边凑热闹 那个二姑家的儿子 是不是做律师的 帮我看看孙蕊这种情况 我们是不是可以单方面地换媳妇 你也有 我身手敏捷地 跳起来到婆婆面前 养手也给了他一耳光 你这死老太婆 总说你家儿子单纯 我骗了他 三十来岁的人了还单纯 你不如去查查 他有没有遗传你们家的智力低下基因 蠢妈教出蠢儿子 蠢出生天的东西 说完 趁着他呆愣之际 我又一次回归原位 露出渲染玉气的表情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婆婆缓过神来 上前指着我就要开骂 被旁边的亲戚们拉住了 你就别惹他了 他这种情况这么玄乎 你还要跟他计较吗 你说说你们平日里都是怎么欺压他的 怎么把好端端的一个人逼疯了呢 孙蕊这姑娘我第一次见的时候可水灵了 怎么婚后变成了这样 你说你们家 造孽啊 你别在他面前招摇了 一会儿又得挨巴掌了 亲戚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把婆婆团团围住 平日里他们也被少被婆婆嘴 现在有了这个由头可不得好好地讨回这口气 婆婆被围在中间又气又急又插不上嘴 入耳的全是不想听的话 一口气没憋上来 气得直翻白眼 聂峰也不敢靠近我了 生怕我再次弹跳起身给他来一下子 他脆弱的心灵接受不了第二个耳光 从那天起 我成了整个家族远近迟迷的活颜望 谁见了我都得低着头做人 自从宴会过后 婆婆跑回了自己家 听了多方的劝解 不在我面前出现了 聂峰也不出现了 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我其实知道 他在外面一直有人 之前装作不知道也只是在收集证据罢了 和他离婚是迟早的事 而最近 我已经准备好和聂峰撕破脸皮了 孙蕊 你又发什么疯啊 为什么我的锁开不了家门 聂峰好几天没回家 一回家就跟吃炸药一样 在电话里吵我吼 我把手机远离我的耳朵 一脸嫌弃 这是我家 不是你家 这位先生别走错了 你在说什么 我冷哼一声 我说的是中文 你这也听不懂吗 难怪你妈总觉得你单纯 不 应该是愚蠢 你又发什么病 早就叫你去看医生了 真是疯女人 好 那我迁就你的智力低下 再讲清楚一点 第一 你出轨了 按照你向我求婚时 签的婚内协议 你得净身出户 这套房子以后就归属我一个人的了 第二 我们的离婚事宜 交给律师全权处理了 以后你别私下联系我 再骚扰我就报警了 希望你脑子清楚点 第三 赡养费你得按月支付 孩子你也能看 我不会带个人情绪抚养他的 在他心里 你依然是一个正常的爸爸 这是我对你最后的仁慈 不接受任何反驳 听明白了吗 前夫哥 说完 我挂断了电话 不想听他支支吾吾 找不到重点的话语 做完这一切 我常舒一口气 感觉世界都清晰明媚了起来 未经许的